民國史講座是由台藏法人中正文教育基金會 國立台灣時尚大學的歷史學系 和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共同提案 今天是講座的第七場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前中華民國肅教廷 特定成稱特任大使、王俊仁大使特任主講人 演講的主題是 爭議民國第一外交家 慕偉均體外交二三史 在講座開始之前 我們要先請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方向社長上台致詞 請社長上台致詞 請社長上台致詞 王大使 各位貴賓 尤其在座有很多是外交界的前輩 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第一場講座 今天您剛進門口的時候 兩體溫可能都是天高的 因為今天是暑熱達到38度 所以在這樣的大樂天裡面 各位仍然前來參加我們的講座 特別表示歡迎和感謝 今天非常謝謝王大使 為我們講有關座衛軍 與外交界相關的支持性 我想這一方面在外交界裡面 深深的外交官 對中華民國在國民政府或是在台灣 避下了很多很大的功勞 我常常覺得我們測退到台灣來以後 仍然能夠在聯合國 保住席未達二十幾年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這個當然都是過期外交界 這個全輩的努力的結果 我覺得這個王大使 這個非常熟的應該是胡志正 我想是不是請胡志正 請介紹一下王大使 比我要好得多 謝謝 我非常的榮幸 介紹王玉元大使 他是外交界的 非常的資深的大使 資深的同仁 我認識他了五十年 所以參與 哥哥講一下 真正五十年 那麼他做過很多的事情 在最重要的是 在駐美的大使館 有邦交的時候 還有斷交以後 沒有邦交的時候 他親身經歷 他做親身經歷 親身的體會到 有邦交跟沒有邦交差多遠 而且呢 他在其他許多的這個沒有邦交的國家做過 比方說南美洲阿根廷 但是重要的是 他在有邦交到歐洲的地區 教廷做大使 這個代表什麼 中華民國駐教廷 特命全權大使 請問 教廷承認幾個中國 一個中國 在哪裡 在台灣 所以 王玉元先生 是中國大使 代表中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就是代表中國 在教廷看來 我們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 就是正統的中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在這裡特別的 向大家介紹 那麼王大使今天居然是要 介紹外交界的很多事情 他的經歷太多了 要讓他去講 但是他要講 顧偉軍大使 顧偉軍大使 顧偉軍大使是何許呢 讓他跟您介紹 只是我要特別提到的就是 剛才我們 與社長所提到的 這個 中華民國的 居然能夠在外交界 從中國大陸到台灣來以後 居然在聯合國 還維持22年之間 這個關係 很難的啦 顧偉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就 主要的呢 就讓王大使 跟大家介紹 我只是在這裡 好專業領域 我很高興有這個 機會 我當然也是 今天在座的 在場的 這個主要的成長安委 中正文教基金會的董事之一 所以我也 反而是 以這個身份 也來這裡 特別歡迎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 我們就把時間 交給主獎人王大使 請大家掌聲歡迎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謝各位在 這個夏日眠 炎炎正好年的時候 今天又是這麼熱的時候 前來這個 麗瓶指導 真的由衷的感謝 那麼我想 除了感謝各位 女士各位先生之外 我首先還要感謝 這個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社長 呂方上爾先生 社長 這個邀請本部 還有呢 就是謝謝五十年前 我們在外交部北美食 這不是 胡維珍 胡大使 胡秘書長 胡安會秘書長 還有這個中文府執政 胡維珍大使 他的推薦 我才有這個機會 今天在這裡跟各位分享 那麼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分享兩件事 就是第一個就是 這個 顧維俊大使的故事 因為顧維俊大使呢 這個 大家可能有人知道他 有人不知道他 但是 有機會見到他的呢 不多 但是呢 本人很信任 在這個 1981年的時候 去他的家裡去看過他 所以呢 我對他呢 特別感興趣 還有一個原因呢 就是 我在駐美大使館 做這個 三種秘書的時候呢 他一個館員 在我們那邊做這個 做這個秘書 所以他常常跟我講 每天都是顧維俊 顧維俊 所以這個顧維俊 我就對 顧維俊 顧維俊 那麼我還再補充一下 顧維俊大使呢 五十年前我不是投資 但是三十八年前 他是我長官 另外三十八年前呢 我這個 第二次到駐美 代表處的時候呢 他是這個 國會組 組長 專門負責遊說 美國國會 我在他的麗下 做了一等秘書 對 我在那一次呢 待了十年 1994年為了 所以他既是我的同事 也是我的長官 我非常愛好 有你 我才有今天來參加 謝謝 那我想這個 我個人呢 也不是學者 也不是專家 只是因為我跟顧維俊 多少有點淵源呢 所以呢 我特別對他有興趣 我想呢 我特別對他比較注意啊 所以我就 把他的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啊 那麼 我是一個外交的工作者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陳述啊 裡面不是那麼嚴謹的話 請各位多多指教啊 我只是用這個機會呢 把這個 把這個 人帶出來 希望衍生出來 大家對他的興趣 因為顧維俊的 他的回憶錄啊 六百萬字 英文就一萬一千億啊 非常一個寶藏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知道國內有好幾部啊 他的這個中文翻譯 六百多萬字的這個中文翻譯呢 外交部 我記得是有一套 那麼中央研究院也有 還有其他地方應該也有興趣的話 應該可以想辦法去介入 這裡面呢 有很多題材呢 就是各位啊 可以拿來做這個博士 學士論文的材料 那麼 顧維俊大使呢 對我來講 因為我見過他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 很冰冰的歷史人物啊 因為我到他 馬哈頓家的時候 看他的時候 我們講相看甚歡 我們談了那個多久 還不記得 滿久的 因為那是一個禮拜六 1981年11月14號 他這個81年啊 1月11號 那時候太過年了 那天下午去他家 這個談的大概快 接近四五點的時候 或是兩點鐘去 他每天有這個五歲的習慣 睡了半小時起來 精神很好 然後呢 我們聊了那個兩三個東西 兩三個小時還在那邊吃了一些 那些江澤點心啊 這個這個這個 什麼那個 他喜歡吃的是那個 酒糧啊 酒糧的圓子啊 這個那個 小龍包啊 水尖包 那都錯了 然後呢 後來到了四五點的時候 我記得 他的夫人 他夫人來加入我們談話 這是他第四個夫人 他有四段婚姻了 就嚴悠玉女士 就來加入我們談話 然後蘭麗芬的一隻死眼神 叫他趕快結束了 後來我事後知道 因為他去打麻將 麻將打得不太好 但是他那個 很多人喜歡跟他打 因為他常常輸錢 很多人喜歡跟 輸錢人打麻將 我就告辭了 那麼我想布衛軍呢 他是這個 我們這個二十世紀上半夜 最重要的外交家 他為中華民國外交 貢獻的四十四年 退休之後呢 還在這個 這個國際法院海牙 做了十年的 十年的這個法官 跟這個 跟這個 復院長 所以他是 在政府啊 公職服務了 超過半個世紀 所以他是這個 民國外交的 這個 親立者跟這個 見證人 就是我這次 這個簡報的一些 這個 這個 的這個 內容啊 是我有一些 幾張照片是我個人攝影的 裡面還有一些 這個 顧薇軍檔案 這個 現在網路很發達 上面可以找到一些 不要錢的資料 啊 那麼還有一些照片 有些照片呢 我就 copy下來給各位 這個分享 然後我只是做一個 這個 棒棒的角色 幫各位收集一些資料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全部用文字來講的話 這個時候恐怕會打瞌睡 所以這樣 比較 比較有趣味啊 那麼 理學照片可能也有感覺了 還因為時間的關係 也許我講得比較快一點 那麼這是那個 我是覺得這個 學習歷史的重要啊 這是第一個 這是我很佩服的一個人 邱吉爾他講的 他說學習歷史 學習歷史 歷史中 有一些治國之道啊 邱吉爾我個人對他是 非常的尊重 雖然他對我們中華民國 不是那麼愛護啊 他有他的考慮 他有他的國家考慮啊 那麼 第二個 這句話呢 是那個 那些不能銘跡過去的人 注定要重蹈覆測 這是一個美國 西班牙裔的 這個美國哲學家 他講 叫做 George Santayano他講的話 第三個 這個很重要 我們沒有永恆的盟友 也沒有永久的敵人 我們的利益 卻是永恆 並持久的 謀求利益 是我們的職責所在的 這一句話非常有名 就 Palmerston 在1848年 中國英國的首相 中國英國的外相 他在1848年 在下院講的話 很多人 這個 Winston Churchill 是他講的 其實不是他講的 所以是 Palmerston 就是 他曾經主導 至少兩次對華的戰爭 這個 第一次亞典戰爭 第二次英法聯軍 火燒圓明園 都是他的節奏 但是他這句話 是真理 從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到 國際這個情勢 美國對我們的 目前的友好 過去對我們 目前的友好 極度的不友好 跟現在的恶武戰爭 這都可以看得出來 最重要的是 國家利益 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敵人 那麼 顧佛寺對他推崇了很多 這邊這句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 顧佛寺是歷史的一部分 也是歷史的創造者 這是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簡歷 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生涯 簡歷啊 他做過 參加過的這個 巴黎合會 因為他一炮而紅啊 這個 舉世文明呢 出世提升 就是在巴黎合會 那巴黎合會之後呢 之中的 快要結束的時候啊 因為他的努力啊 所以這個 我們啊 在那個時候 已經確定要參加國際聯盟了 所以 我第二個是 他的醫生的師提太多了 所以我們 照這個時間的順序啊 簡單的介紹 他這個巴黎合會裡面 主持了國際聯盟 我們就進了國際聯盟 再來就是這個 華盛頓會議 華盛頓會議是什麼呢 就是在巴黎合會 沒有解決的問題啊 在華盛頓會議啊 在華盛頓會議啊 獲得了解決啊 像這個 日本撤出東三省啊 二十一條啊 我們跟日本的這個密約啊 通常在 都在這個 在這個 華盛頓會議 這個 獲得解決 頓巴頓會議啊 頓巴頓會議 頓巴頓會議是在 頓巴頓是在那個 在華盛頓DC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 一個項園啊 在Georgie Town附近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胡志正的 就是Georgie Town的博士 應該去過這個地方 他在那邊開這個會議 這個頓巴頓會議的主旨是什麼呢 就商討 這個時候 二十大戰已經 看到這個 這個 同盟國啊 勝利在望 所以這個 那個時候要商討 怎麼樣成立一個 國際組織 因為那個時候的 國際聯盟啊 已經是示威了 沒有發生作用 所以這個 成立國際組織 我們在那個時候 就去參加了 所以我提一下 頓巴頓會議 頓巴頓會議之後啊 就是成立聯合國 我們這個 顧衛軍大使呢 在成立聯合國的這個 憲章的取消委員會啊 裡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然後加入聯合國之後呢 這個 我在跳到這個 中美共和防禦條約啊 1954年定的 因為那個時候啊 這個韓戰也結束了 冷戰開始了 這個 然後這個 那麼中國大陸我們也丟掉了 那個時候呢 這個美國呢 為了要阻止這個 赤火啊 這個共產黨的擴張嘛 所以他 要幫我們的忙 但是我們那時候 進不到任何 已經進不到任何 國際組織啊 很多國家已經跟 中國大陸 中共建交了 那個時候成立的這個 西亞特 就是東南亞國家組織 我們也進不去 所以 在我們雙邊都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需要美國來保護我們 有人說 這是我們那個時候的保命服務啊 所以那個時候呢 也是這個 在我們政府 跟那個 郭威軍的 這個 那時候駐美大使 共同努力之下 跟這個 1954年 跟美國簽一個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那麼他在這個 1946到1956年的時候呢 做我們駐美大使 然後1957年的時候 他就到國際法院做法官 他去國際法院法官呢 是地補一個 剛剛過去的 中國籍法官 叫徐摩 的位置 補他的遺缺 大概不到兩年 兩年之後他又去選 不是隨便說要去的 他又去競選 競選是第二次呢 他去選上 又做了九年 所以他在1957年到1967年 他在這個國際法院做這個 國際法官 那麼在下一個我就是講 我去探訪 這個時候他已經後來都退休了 我在1981年我去看他的一些感想 去他家裡看他的一些感想 那麼在這個 在我探訪他的那段時間之內呢 他已經在做他的那個 顧委軍回憶錄 所以我要提一下這個 顧委軍回憶錄的完成 然後呢 這個還有呢 我剛剛講到 我去探望他的時候 那個出來接待我們是他的夫人 第四任夫人 顏佑玉女士 那麼所以我簡單介紹一下 他的四段婚姻 也蠻有意思的 然後再做個結論 那第二個主題呢 就是我們中美斷交的這個 一些這個 1978年12、15 美國宣佈斷交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華西DC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時候的一些感想跟經歷 這次顧委軍的簡歷 各位看到了 太長了 大家的工作 你看到他做過這個 駐美國公使啊 那個時候他還接墨西哥、古巴 那個時候墨西哥、古巴 對我們很重要 因為很多華人 還有那個時候 重要國家 現在南北 大家沒想到 就是重要國家的秘魯 因為那時候華工很多 所以我們很多駐美的大使 都堅住秘魯化 這個另外他 就剛才講過 他的簡歷這個真的是 揚揚插插太多了 他做過外交總總 做過財務總長 才正總總 他做過代理 代理這個大總 他是這個 President President of Republic China 他那個時候的婦人 是第三個婦人 叫黃慧蘭 我想各位很多是歷史學者在這裡 都對歷史有興趣的 他的那個時候 第三段太太叫黃慧蘭 是一個奕尼華僑 他做過First Lady 很多資料上看到她說 First Lady of Republic China 雖然時間不長 黃慧蘭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他做過國務總理 那個時候有人鼓動他 說你做暑任大總統 是臨時代理的 趕快弄一弄 做個大總統 他不要做 他要做President of Republic 這種事太複雜了 還是做專業外交官比較好 他做過外交部長 1931年到11月18日 我們說我們 那個時候已經統一了 南北已經統一了 所以這個 他這個 我們這個蔣先生 前來的時候沒有見過幾面 就把他做外交部長 然後呢 然後又把他放到這個 駐法國公使 駐法大使 做過駐英大使 聯合國憲章 集團委員會 出席聯合國大會首席代表 在這個舊金山的時候 駐美大使 就剛我講過的 法院的法官 跟這個海涯法院的副院長 他做過你的駐英 駐法駐美的公使 又做過大使 因為在這個民國時代 在北洋政府時代呢 我們國使比較弱 之後 那個時候 這些列祥啊 跟我們交換 不是大使 是公使 成績比較低一點 公使館 沒有大使館 後來這個民國 這個 我們南北統一之後 這個 1928年統一之後 這個 通常升起了 所以都是變成大使 所以所謂公使 其實就是Number One 那麼這個就是 為什麼放他的照片 因為他是這個 唐少儀 他怎麼認識 他是這個 我說他是這個 顧維軍 認識的第一個貴人 因為他 他進到政府 服務 他怎麼認識他呢 他是在這個 他是在這個 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 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呢 這個 唐少儀 唐少儀是誰 他是這個 清朝派到這個 住 留美幼童第三級 那個時候 清朝送的都是十幾歲 十三四歲 到美國去學英文 學美國的法律 什麼歷史文物 什麼這些東西啊 他是第三批 也是可倫比亞大學的 但是沒畢業就回來了 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人呢 這個三屆完了之後 幼童去美國之後 清朝就停了 那清朝也不再派人去了 為什麼呢 聽說那時候是有個誤會 這個清朝送了三批 這個幼童到美國去念書啊 回來之後 這個清朝發現這些小孩子 一去之後啊 怎麼統統變成ABC啊 媽頭英文 中國文化 一些中文都差了 然後他不想再派了 還有一個呢 那個時候啊 這個清朝是想要 復國強兵啊 船艦泡力啊 要派這個 要去學軍事 叫他們能不能去上軍校 美國怎麼會讓外國人上軍校 有一些軍校可以 但是西點軍校不可能嘛 到現在我看也不行 頂多去留學短期的可以 結果那個清朝一下啊 都不讓我們上 都能回來 後來就沒看 後來清朝一個父王 所以唐少爺是第三批去了 然後他那個 他在那個時候 他在清朝的時候 他去去美國這個 去談談事情的時候啊 他在可樂比亞大學 碰到 碰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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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維軍啊 也覺得這個優秀 這個很優秀 他就請了 那時候在美國東岸留學了 40個 劉美學生 到這個 華盛頓DC 清朝的時候去了公使館 去去面談 結果那天的這個 這個顧維軍是代表所有的學生 講話 哇 他對他非常印象 所以他後來回到中國之後 那個時候 變成民國之後 他跟這個 唐少爺跟這個 袁世凱是body body 非常好 也有一個很長的故事啊 他就向袁世凱推薦 到大總統府做英文秘書 所以我說他是 唐少爺是他的 顧維軍的第一個跪人 跪到什麼程度呢 他把自己女兒都嫁給他了 所以看這張照片 他是這個 他這個推薦他到總統府 當那個袁達總統的 英文秘書 同時呢 那個時候 唐少爺是內閣總理 做的時間不長幾個月 但是呢 這個時候 顧維軍是兩邊跑 內閣總理府跟大總統府 兩邊跑 他是做這個 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 顧維軍啊 顧維軍 這是袁世凱大總統 見外賓的時候 他就是陪見 好不好 那個時候 你看都穿得多漂亮 這邊還有一個人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位 這位 等一下會談到他 這一位 這位叫什麼呢 陸真祥 就是北洋政府的第一 外交總長 他也很 各位對歷史都有興趣 對民國史都有興趣 都可以很多人研究過 我記得好多年前 現在的外交部 當然跟我們很多年前外交部不一樣 因為意識的形態有點出入 我記得 我記得在我們這個神旅行大使 做過出面代表 他在正中 從中午吃早上 弄了一個這個 陸真祥什麼紀念的 紀念的旗 還做了幾個這個 video 我記得 送到外國 因為這個外交總黨 陸真祥很有意思 他娶的是一個比利時太太 而且比他大16歲 他這個 他這個28歲結婚的時候 娶了一個44歲的比利時女孩子 後來呢 當然那個人年齡比較大了 他16歲 比較早走 那個走了之後 他心灰意難 他跟那個女孩子 非常的相愛 生我者父母 自我者無妻 就是他講的話 所以他這個 他的這個 比利時婦人過世後 他就出家了 他就到了比利時 我們這邊在座有好幾位 一些外交部的同事 道士啊 他在這個 在比利時出家 到了修道院 聖本賭會 我們這邊 我剛看到還有一位宗教專家 Benedicto 就是聖本賭會 在這個修院做了這個 做了這個 神父 後來也做了復院 這個還是他這個 陪這個 欸 這個是 你看這個 他躲在那個後面 因為他那個時候才 才二十幾歲啊 他那個做這個 做這個 袁世凱的這個 一位秘書 他短暫的時間 還做過這個 內閣總理 你看他站在中間 這個 這是那個 顧衛軍的 這是所有的各部會首長 服裝都很漂亮 等一下各位都看到這個 這個 顧衛軍 是一個很愛很 很愛漂亮的人 聽說他房間裡 就放個大禁止 每天出門一定照 全面照 後面照 皮靴一定擦得很亮 才出去 啊 那麼要講到顧衛軍啊 不能不講這個巴烈和諭啊 因為剛剛我提到 他是一炮而紅啊 他是一炮而紅 在這個地方呢 也就是他這個 這個巴烈和諭 也是中國外交的 里程碑啊 他個人呢 也是在這個 在這個巴烈會 這個 這個 全世界有名 媒體每天報導他 啊 所以誰都知道他 那麼這個 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1918年 11月11號 上午11點 結束 然後1919年呢 這個列祥啊 就在巴烈啊 就來這個 開會啊 要索賠 要跟這個奧雄帝國 德國啊 這個索賠 要賠款 來這個瓜分這個 重新瓜分這個 勢力範圍啊 那麼這個 這個 這個重要的這個會議呢 有27個國家參加 蘇俄沒有被邀請 德國也沒有被邀請 德國是在巴烈會結束之後啊 全部談好之後 你進來 那個場面很悲慘 外長還有一個什麼 國務部長 兩個人進來 我們都談好的 一千隻吧 就是割地 賠款 還有這個限制他的軍備 不能有陸軍 海軍只能打個十萬人 空軍不能有 海軍只能幾條船 是一個騎齒大陸 這個已經埋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所以這個 這個 那個時候我們 我們派去的 五個這個 全權代表 就是這個 外交總長 就剛才我講那個 出家的那個外交總長 陸真祥 還有一個駐英公使 施造機 那個是 顧維軍呢 那個時候是 駐美公使啊 他參加這個 1919年參加這個 巴黎和會的時候 他31歲 另外呢 還有一個 駐比利時的公使 魏城祖 還有呢 那個時候還有一個 南方政府 我們蘇東山先生的南方 有個南方政府 叫廣州軍政府 外交次長 王正廷 他五位全權代表 結果呢 這個和會的時候 所有的議事的規則 都是英法美日 義大利 這五個國家先制定好 所以這個 所有的會議啊 要這五個 還有什麼三人會 五人會 十人會 只有這幾個大國 談好之後 才能開放給所有的 這個國家參加 二十幾個國家 才能開出全部大會 所以這裡面 大圈圈 小圈圈 好幾個 真正的這個和會 全部參加過 參加只有六次 那麼我們中國呢 代表團在裡面 提出的這個 三個議題 一個就是 廢除這個 二十一條 不平等條約 我們跟日本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是什麼呢 二十一條是 一九 一九一五年來 一二十八號 日本駐中國的這個公使 他提出來的 而且他從日本 他到日本去這個 數值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 他故意跳過外交部 就是那個外交總長 陸真相 他跳過他 直接跟這個 他跟這個 大總統 李文士凱辦公室 講說 我來回政所 都要禮貌上 還要再回這個 回報這個 國家元首 我來跟你當面抱抱 我回國的情形 實際上 他就帶了一個二十一條 當面去 李大總統 簽字 當然他不一樣 他一看這二十一條 不得了 這個東西是要亡國的 所以他就 這個 當然不能答應 還是要找外交部 來商量 可是日本那時候 擺出了一個 要打仗的次分 所有的軍艦都在外海 所有的部隊都擺好了 而且日本的僑民 通通回國 他就說 你非同意不可 我要什麼 你要不答應 我會跟你打 這個二十一條 各位有興趣 也可以去研究 裡面 包了外相 什麼東西 什麼都是 通通是讓 日本掌控 就是說這個 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伊斯大戰 德國留下來的權力 全部讓路給他之外 還有所有什麼 什麼 港口啊 商業啊 鐵路啊 什麼 經濟啊 什麼權力都給他 這等於變成就是 中國就變成了 日本的附庸國 各部分都要派 日本 日本那個 一個顧問 我看裡面還有一個 甚至部教 日本還有他的 日本佛教 他就學這個 法國 西洋 歐洲練想 你傳教我也來傳教 他傳什麼教 我不知道 應該是 日本生人 應該是 可能是日本的佛教 可能是神道 反正他不僅 一大堆東西 這個 袁世凱說 這個東西 我怎麼答應 一大堆什麼經濟權有 那麼在你手裡 而且他這個 叫 日本人到各大城市去 雜居 日本人那麼小 他想同化中國 他這麼小 這麼小 肥肉他沒有辦法 一次吃掉 他要滲透進來 慢慢 就打一個如意算盤 所以後來 楊世凱是 部分答應 但是不能全部答應 因為他覺得 有一些東西 是要王國裡面答應 所以這個 這次巴黎和會 中國三大訴求 一個就是 廢除 二十一條 第二個 取消列強在華的特權 那時候是 什麼 什麼領事裁判權 內核航行權 什麼一大堆權力 列強 通了 他這個 通了想退出 這可能性多大 所以但是 他就提出來了 第三個就是 歸管這個 這個 日本從 德國所說 因為這個德國是戰敗國 他全部要take over 一大堆東西 那麼結果呢 結果呢 這個 結果 這個 在這個開會的時候 這個 這 這四個大國 就是 美國 美國的這個 威爾遜總統 英國的 勞和喬治總理 還有這個 法國的 克林奧索 這個 總理 他們這個 這個 還有日本的 他是派了一個選手 還有一個特使局 通常這四個人呢 最後 最後呢 把我們這個 第一案第二案都打消掉 就是 就是這個什麼 二十一條 免談 因為二十一條 你們都簽好了 那廢除這個 列強在華的這個特權 也不可能 因為這個都 牽涉到這個 列強本身的利益啊 那不是光是日本的 我的英國 法國 美國的權利 通常要以中國 通常要取消 當然不行 這個問題啦 免談 二十一條呢 這些國家呢 像這個 英國 跟那個 日本有密約 法國跟日本有密約 美國跟日本也有密約 所以他們都找的 講好以後 各有這個盤算 美國跟日本 很有名的 藍心石井協定 也是 美國跟日本的協定 是這個 就是說 因為美國這個 他這個帝國主義 是最後的晚期的人 大家已經把這個 勢力的範圍 都已經畫好了 所以他比較晚一點 所以他提出來 主要就是 機會均等 你們都已經拿到 這麼多好處 給我一點 機會均等 蒙古開放 Open to everybody 不是光你們也沒幫 我現在 英國 東國 我這個新到了 後到了 也要有的份 所以機會均等 蒙古開放 主要是這個 所以這個列強在華的特權 當然不能同意 所以最後呢 剩下一個呢 就是這個山東問題啊 山東問題可以談一下 但是這個山東問題是怎麼樣 也是在這個 在這個日本要在大會裡面說明的時候 前兩個小時啊 這個通知 我們在旅館裡面待命的這個 威權學代表 那個時候啊 我們全員代表的 所有戰勝國啊 一個國家太武國了 結果我們到的時候 到了時候 這個 這幾個巨頭啊 就講說這個 欸 這個 你們中國只有三個代表 兩個代表 不是五個代表 我們一直爭取 沒辦法 結果我們自己內部就擺不平了 誰去 誰不去 結果後來就說 大家輪流去好了 今天開個期間 又開好幾個月了 今天你們兩個後天 他們兩個大家輪流上 一次全部到場呢 五個人全部到的機會很少 所以你看 對我們就是有 就是有偏見 你是戰勝國 你就跟人家不一樣 人家五個代表 全員代表 你當初講好五個 結果到時候只給你兩個 這個是我們五位全員代表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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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全員代表 我們看到這個陸真祥 陸真祥 陸真祥剛剛講到 他是這個 他是去這個 比利時那一個書 他主要他的 他們外文是在 中國學的 那個時候 有這個上海的什麼 廣方研館 還有北京的通文館 他是學俄文 他主要是俄文 俄文跟這個法文 他就是在 在俄國 蘇爾的當外交官的時候 那個時候蘇爾的首都實在 不是在莫斯科 在聖比特 他認識那個 比利時的那個 一個大使館的一個 陸軍武官的女兒 大概叫裴德 他跟他認識 所以他 我剛剛講完 他28歲 裴德 44歲 他的 不顧 國內的反對 大使館的反對 他就跟他結婚了 那麼那個還是清朝 那麼清政府的時候 武昌起義成功的時候 這個 這個 陸生祥還做了個事啊 他聯合這個 我們這個清朝 出外的很多 外館啊 很多使節啊 一起發電報回中國 請親帝退位 所以他是第一個反親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中華民國成立之後 這個這個 他就到那個 袁達總統的那邊 去做他的外交總長 他那個時候也把他這個 比利時太太 這個裴德女士 帶回去 因為這個裴德女士 她是 她在俄國人 俄國認識 這個會俄文 會英文會法文 所以做他的左右手 那個時候 外交總長的太太是外國人 她是比利時人 外文很好 所以幫她做很多禮賓 禮賓的工作 幫助袁世凱 這都是可以 作為一個研究的一個課題 那在巴黎和會的時候呢 這個 因為他這個太太 你比他長一點 所以就常常生病 其實呢 陸真祥也常常生病 他在這個巴黎和會的時候 開會的期間 他們有人講說 三天 三天兩天才生病 有人說 是不是假的 我覺得不是假的 是真的 他是身體不太好 他還要照顧這個 身體不好的太太好 所以巴黎和會到 結束的時候 他就會回來 那我們那個政府就發表 他變成住瑞士公司 留在那邊 當然還有一個家母 然後還照顧他的太太 後來他太太過世之後 他就在那邊去 回到比利時出家做生事 一直到1949年來過世 所以這個人呢 我們外交部呢 他這個做這個 做這個外交總長的時候 也有很多成就啊 我們外交部現在有什麼私處什麼東西啊 就是他開始的 幾個私幾個處什麼東西 那時候開始把我們制度化 而且他用人也制度化 因為以前的外交官是 寶舉啊 在朝廷裡面我大官啊 我推薦說我認識一個張三女士 這個人優秀 寶舉進來 他廢除寶的寶舉是 他把外交部啊 改成外務部改成外交部 而且所有寶舉進來的全部免職 在全部經過考試之後 再聘回來 不行了就自然淘汰掉 比如說袁世凱的一個 不知道什麼機器啊 就把他這樣刷掉 刷掉了 所以他也做了很多貢獻 那麼還可以跟各位講到 2015年的時候 我想那個時候應該是我們這個 沈大使在歐盟這代表時 他做了個事 我覺得是他在後面推動 我不敢確定了 他那是 他發現在比利時 陸生祥在這個修道院 留了一大堆的這個資料 所以他就請了那個 我們中央研究院 把那些旧資料 那些旧資料 很多僑暴動 反應說 都已經破損 蟲籠咬什麼 他就去 2015年行了 我們中央研究院 去做了數位研究 把所有的檔案 數位化之後 用回這個中央研究院 所以到中央研究院 可以看到 那個時候的很奇怪 所有的檔案 可以自己留在家裡 現在不行 外交部都 通通留在外交部 不過那個時候 這個制度應該是 比較不怎麼樣 健全 所以這樣也 其實也飽了很多東西 慢慢還有 我們看到這個施造機 這個也很有名的 施造機 可能你想到嗎 像這個 像這個 郭維俊 他是科隆比亞大學的 微學士 政治學碩士 國際工法跟外交博士 都是清朝所拿到的 這個施造機 卡納拉爾大學的 這個也很了不起 後來駐英公司 後來做過駐美公司 也做過駐美大使 施造機 他後來在 他往生的時候 在Washington DC 80歲的時候 這個施造機 他是什麼學校 他是康乃爾大學 文學博士 哲學博士 他做過駐美 駐西班牙駐秘魯 剛講完秘魯 那是對我們很重要的公司 但是呢 他發表之後 沒赴任 清朝就垮台了 那麼 他在駐美大使也做過 公司做過大使也做過 做過大使 那時候做了一年 後來換這個人去 王正廷 那這個也是一個 很了不起的人 他是Michigan大學 耶魯大學 那個清朝的時候 各位想到沒有 一大堆在長春藤 學校念書的博士 他是耶魯大學 王正廷呢 也是很優秀的 除了顧維修之外 其實那個時候 清朝訓練 跟民國初年 戰二頭角的外交外面 一大堆真的都是非常優秀 這個王正廷呢 也有大學 而且他呢 他很熱衷體育喔 他那個時候在 參加很多這個 亞洲的這個 遠東體育會 就是他One more profound 他就上台辦過這個 辦過這個什麼 亞洲運動會 而且他是我們中國第一位 國際奧運會委員 很多人都不知道 大陸人先後 他沒有到台灣 他就在 也會在香港 還在那邊過去 魏成祖 我想各位這個 魏成祖 他是這個 他是清朝太太 比利時的留學生 他一直在比利時的時候 認識了孫中山 加入了同盟會 他這個民國之後 做過住 荷蘭、比利時、波蘭的公使 他有個兒子叫做魏成明 叫做Victor Wink 他是這個 他的兒子 不是兒子 他的孫子 他兒子的兒子 這個叫做魏成明 他還不是生在 還是不是生在這個比利時 但是他的爸爸 就是魏成祖的兒子 孫子是魏成明 他的爸爸就是魏成祖的兒子 把他小時候 帶到這個比利時 在念書長大 當然後來就變成比利時人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們在座 有一位是我們以前 住歐盟辦事處的公使 做過住非洲 查德的大使 在座 宋大使 他的兒子 我不知道您是日本人 叫Victor Wink Tiko Tiko 他是這個 未太太太 未太太太是軟 剛剛是語言 這個魏成明 就是魏成祖的孫子 他後來留在比利時 做了比利時外交官 做過比利時 駐韓國 駐家童 甚至多美國大使 所以這些人 都是有一個很傳奇的 醫生 各位有興趣 我可以自己去探討一下 像這個 介紹警長 這是顧偉君 在當地 巴黎合夥的時候 媒體的一些照片 這個是這個 顧偉君 在當時的這個 這個 這個video 各位其實可以現在 現在這個 在網路上看到很多video 像YouTube上還有 還有大陸有一些 不是YouTube的網站 你去搜尋的話 都可以看到 很多這個 英國 美國 法國現在 解密的這個 video 那個檔案 送出來給我們 裡面就可以發現 有顧偉君的 一些片段的東西 把它照亮下來 這個是這個 我們在巴黎合夥的時候 因為失敗了 因為我們這個 我剛剛講的第一案 第一案第二案 不列入討論 第三案呢 最後在開會的時候 煽動問題啊 沒有列入討論 我們就失敗 失敗之後呢 就造成了國內 消息強大國內 就造成五四運動 那個時候國內很多媒體 中國很多媒體 就說這些漢奸回來 北洋要處分 結果後來他們 沒有簽制 巴黎合約他們沒簽 而且他們這個 簽或不簽呢 跟這個北洋政府的外交部 來回了很多電報 北洋政府其實基本上 是叫他們簽的 因為他們總統 已經跟這個 日本人簽了 二十一條預約 所以不能簽這個 違背這個 所以要簽 那個雖然不討論 他對德國的東西 也不敢 就是說他不敢不簽 他怕影響到 中國其他的利益 但是他們受到 輿論的壓力 我等一下還會講到 有一個輿論 有一個這個記者 派到那邊採訪這個 採訪這個巴黎合會的 後來參加我們這個 這個國縣將的簽制 叫做姓胡的 胡靈 結果他們最後決定 簽或不簽 很難決定的時候 他們最後 其實這個是違反這個 這個國內的布令 他們沒簽 就決定不簽了 為了國家不簽了 雖然違反外交部的指示 結果他沒簽之後 回去之後 收到的電報是叫他們不要簽的 還好 還好 叫他們不要簽 你看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照片 你看這個郭偉俊很年輕 英俊 號稱是民國四大美談子之一 這個就是這個 在巴黎合會阻擋三個人 英國人 然後和喬治 美國的威爾森總統 跟這個 這個 這個老虎總理 老虎總理這個 克雷孟碩 三個人 這個 威爾森呢 因為他是駐美公司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郭偉俊是駐美公司 所以他在美國 威爾森很熟 威爾森總統 是一個 是一個法律博士 所以他們 非常貪婪 而且是郭偉俊多戀愛 他到巴黎合會的時候 他是跟威爾森 跟威爾森率領的 美國代表團 坐同一條船 到法國去 那一路上 哇 聊了很多問題 那這個人是 非常有腦筋的 這個 他跟克雷孟碩 在這個 合會期間呢 也是相處得非常好 克雷孟碩在後來 很多日記 回憶路面就有提到他 各位有機會 可以去查看一下 老虎總理 我提到這個就是 我們這個參加巴黎合會的時候 他們是一名軍人 你看那幾個人 人或人一樣 滿口洋文 英文 法文 什麼都會講 完全顛覆了以前 中國史節的印象 這是我們在巴黎合會之前 我們參加 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國際會議 應該都是雙邊會議 談判的時候都是這些人 這是這個馬關條約 這個是李鴻章 這是李鴻章 這是日本人 我們都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們李鴻章在1896年 是中國清朝出國最早的 出國最早的 出國最久的一個大神 李鴻章在1896年 就是馬關條約後不久 他就被派去參加到俄國參加 這個李鴻章斯二世的加冕年齡 讓他從這個 從這個天津上海 穿過印度洋 經過這個馬六甲海峽 紅海 蘇伊斯運河到黑海 到了俄羅斯 到了這個 到德國 到這個 到荷蘭 坐火車到德國 到荷蘭 到法國 一路上 這個是 這張是 這張是 應該是在 在 在哪一國 陳帝國所 李鴻章 那個時候 不是說每一個場合 都是有 有照相嗎 都是 很多那個繪圖 在畫 都在報紙上 沒那麼多照片 很多都畫了 然後右邊的就是 他這個 李鴻章 189年出訪 190年 八大國的時候 出發前的照片 你看 也都帶著宣章 他的兒子 帶著兩百個人去 坐船去 那麼 這一張呢 是他這個 李鴻章 在訪問這個 《紐約時報》給他畫的照片 你看把我們畫成卡通 畫成清朝的官員 這個樣子 李鴻章 這一張照片 我們後來發現 這個是 八國聯軍 這個薪酬條約的時候 這個 李鴻章到這個 英國領事館 朗空使館 就看這個 英國 遠征軍司令 這個是英國 遠征軍司令 的時候 的照片 下轎子 人家已經是飛機 飛機還沒有 很少 人家已經是那個 機關槍大爆 我們 汽車了 我們是坐轎子去 那個時候 烈曉對我們 基本的印象 因為是跟這個 比較接近 所以看到我們現在的外交官 另外一個面目 大為差異 這個是薪酬條約 你看 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 那個時候 這個是李鴻章 這是慶親王 談判的 這個薪酬條約 我們跟他定的不整整條約 後來在二戰的期間 很不容易 一個一個都廢除了 我們這個八國聯軍 結果我們跟十一個國家賠款 很奇怪 裡面沒有參加八國聯軍 也給我們要錢 拿三個國家 荷蘭 比利時 西班牙 所以我們賠了十一國 哇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實際上會向列祥全部宣戰 宣戰大概通過十一國 還是十一國 派軍隊來的八國 所以這些人 雖然沒有派軍隊來 到那個時候 他也要賠款 你看 看我們這個清朝 多麼的屈辱 賠了這個四億五千萬兩白銀 還要分三十九年 清朝後來沒有延續到三十九年 所以中華民國就 takeover 這是這個 Kellemont說 這是這個 他在這個 他在這個 巴黎和會 就是在這個 討論山東問題之前 前兩個小時通知我們 前一個鐘頭 去做這個 re-battle 就是去反駁 他做了一個很有名的演講 他那時候演講 就是說這個 他說這個 這個 這個 山東啊 對我們非常重要 他說這個 山東是孔父子的家鄉 他說山東呢 對我們中國重要 就像這個西方國家 就像耶路撒爾 耶路撒爾對這個 這個西方國家的重要 耶路撒爾的耶路撒爾 就跟我們東方的孔孟 像山東一樣 所以他說 這個山東啊 不能是 是文化的這個 跟原來講一大堆 演講是非常的有名 演講完了之後 你看這是各位 各位看到這是這個 真正可以找到一些 對這個 他那個演講的評論 歐爾森總統 大家看一下這個英文 他說 馬基諾就是這個 這個日本的代表 叫諾爾 是個伯爵 還是什麼絕啊 他說他的演講 他說 Making a Japanese case for the 山東 province a poor impression 他說 Owing to its altering delivery with Wilson commenting afterwards 他這個 口齒沒有那麼像 那個 這個這個 沒有這個 顧衛軍這麼便捷 他這個英文 講的應該不是這麼 因為日本人到現在 這個口音還是帶一點的 所以 他覺得真是一個 他說 他說聽這個這個 牧野啊 就是馬基諾演講 had been painful 很痛苦啊 聽這個日本的演講 to listen to 馬基諾's speech 然後有一個這個 這個記者 我覺得是澳洲的記者 Max Meiden 他就說這個 顧衛軍的演講 演講 因為顧衛軍是 國際工法 他是這個 說他充滿了這個 國際法的這個 學識啊 因為顧衛軍他說 強國 這個強國是用什麼 武力 這個 這個落國要用什麼 要用道 要用法律來講 所以他在上面 他去國際工法呢 用這個法律來做個演出 很佩服他 威爾森總統 就很佩服他 他們在這個會議期間呢 威爾森這個這個 這個顧衛軍呢 他就是除了這個正式的會議 他私下 他非常active 跟著很多人見面 包括這個 這個 克雷蒙說法國的總理啊 還有這個 威爾森總統 還是英文 都在私下會面 你看 法國總理就講說 他這個 威爾森像一個年輕的貓啊 他穿著衣服啊 可以演講 都像個巴黎人 你看這邊 他講 Parisis of speech and the dress 然後他呢 這個 這些日本人呢 就像個貓在耍老鼠一樣啊 那麼這個 這個 美國的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 藍芯實警協定啊 每日之間有個密約 這個藍芯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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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卿呢 他講 他說的 顧衛軍的演講 撵壓了日本人啊 看到沒有 Whose speech had crushed the Japanese with his speech 這趙先生講 就把他撵壓了 把日本人撵壓了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時候的 加拿大的總演說 他做了一個 威力的演說 這個很有力的演說 其實那個 英國的外相呢 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評論啊 英國外相 那個外相的評論 那個評論我是看過 但是我不敢確定是 是在他的日記裡還是很明顯 英國的外相 對這個顧衛軍啊 在那個核會區的表現 他就說 他說這個顧衛軍呢 很麻煩 很煩啊 每天的點點不休 來跟我講話 講這講那 講了很多 他講得我都 受不了了 他講得我慈窮了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所以這個顧衛軍呢 他就真的是很拼了 很能拼命啊 去去Lobby人家 真的是了不起 這是我這個 我對這個巴黎合會的重大影響 因為中國代表這五個人 積極地斡旋了 所以這個 他就沒有徵造北洋政府的訓練 在合約上牽扯了 然後他這個就是 手勢對列強說 No 說山東問題 懸而未決 在後來在1982年 山東會議 會創造一個選舉條件 條件獲得的解決 那麼在他這個五個代表 全權代表 他真的要去上場 去re-battle 去反撥的時候 只能去兩個人 就是一個 大家都說你去我去 這個時候 這樣上陣就有人在堆了 那這個 陸貞祥說身體不舒服 他就不去了 然後呢 這個王正廷 他是南方政府代表 他說我要去 我是南方政府代表 我回去不能 還有一個人去了 那還有一個怎麼辦 顧衛軍就說 我有準備了 他是真有準備 我去 所以就讓他們兩個人去了 衛城主說 我當初出來之前 我是講好 我是負責這個 紀錄 電報 檔案 所以你們去比較好 他很客氣 所以 那是他 倒下兩個人 還是兩個人 給我們兩個名 就是顧衛軍 一炮而紅 他是之前的全權代表 一炮而紅 我們參加這個 參加這個大型會議 那個時候顧衛軍才31歲 而且這個中國人看起來 比年齡還年輕 這個人怎麼那麼年輕 英文講那麼好 哇不得了 對我們真的是 正面的影響很大 而且對 顧衛軍後來幾十年的 國際萬藥場合 產生的重大的影響 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 願意跟他談 重塑了中國的形象 後來這個 後來我們也 在後來的 很多這個不平等陶約 都從這邊開始陸續 取消了 國聯再次 巴黎河會的時候 已經被 把中國放到這個 大會裡面 那麼我要再談到 就是這個 下一個 這是我們的影響 下一個 在巴黎河會的後期 這是巴黎河會的場景 可以看到 在法爾賽宮 我想各位去 大國旅行的時候 應該去過法爾賽宮 在法爾賽宮開會 這張我是特別找出來 這是我們的座位圖 這是在座位圖 檔案裡面有 我們五個代表座的位置 這是大會的幾個 三巨頭的位置 那麼 顧維俊這個檔案裡面 有這個叫圖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要知道哪一國代表 坐在哪裡 他去Lobby 他要上去遊說 哪個人坐Lobby 趕快過去 照相機講 對不對 非常用心 顧維俊代表 那個大使 那個檔案裡面 我是沒有去看過全部 我只看到 一點一點 裡面資料是包羅萬象 檔案 電報 照片 日記 什麼東西都有 我等一下 各位報告一下 我在駐美大使館 駐美代表說 我們洪志正在這裡 也認識一位叫做 王永元 我叫王玉元 他英文叫 我叫YYY Wang 那個也叫 YY Wang YY Wang 他老YY Wang 我小YY Wang 我在檔案裡面還查到 我們這個 顧維俊大使 在駐發大使館的時候 他的那個 那個部裡 合給他薪水的單子 你們有看到 那個YY Wang的薪水 王永元的薪水 都很有意思 你看他多用心 連座位圖都來放 去看 我到時候去找 我就知道 他做哪個哪裡 非常用心 那麼國際聯盟 我想這第一次世界大戰 大家都知道 他成立的組織 那後來在這個 1946年 因為這個效果不髒 很多都退出了 很多都退出了 所以他這個就 就把他清算了 把很多財產都讓給了 聯合國 但是我們已經在 在這個 法理合國裡面 因為 參加了國聯 行 那麼 好 這個是我們參加國聯 那時候在 法國的時候 你看 我們這麼多代表 只有郭威軍在裡面 那時候大家也知道 這個年輕人不容易 下面我就談到 巴黎會議不能解決的問題 對 華盛頓會議 後來解決 華盛頓會議 它正式的名字是 Nable Conference 這個時候 我們派去的首席代表 就是這個 施兆基 施兆基 那麼 那時候是 駐美的公司 那麼 你看 這個 顧偉軍事比較之前一點 還有王重偉 他們三個人是 這三個人是 全權代表 那這一次 我們這個團呢 也去了130個人 很多人去 那麼這個華盛頓會議 主要完成了 就是三個人 那個時候 美國啊 這個主導 因為他都發現在這個 一次戰爭 他發現他的 他算是一個 新興的這個 帝國主義帝國 可是他的軍力 還是沒有這個 老牌帝國強大 日本的船 德國的船 英法國的船 英國都比他多 所以他那時候 他要限制軍備 大家要那個 要這個 拆檢軍備 達到他的目的 因為他那時候趕不上 他是有他自己的打算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說英法密 英法日密約 英法密約 其實他美國自己也有一個 藍心實力的協定 所以他那時候就提上 透明化 公開外交 那麼他在這個 國聯的時候也提到一個 叫做十四的原則 民族自決 他提這些東西 老牌的人也想 不喜歡 如果是民族自決 那麼那些 英國法國那些殖民地 通常不就投降了嗎 所以我們就 垮台了嗎 所以那個時候 就可以證明 那個時候 國聯效果不會成功 我們 那我講到這個 華盛頓會也解決了一個問題 在這裡面 這個美國 因為支持我們 給了日本的壓力 是把這個 就把焦州灣得過一些很多權力 就讓 還給我們中國 當然還得保留了一些 日本還是有特權的 但這個東西 那就是 打破了日本 都把 中國的這個優勢 就大家 共同過來 美國 法國 英國 通通參與 這個 華盛頓會議裡面 主要是三個全員代表 可以看到 中間就是駐美公司 十兆記 那麼 他是這個 是這個 算是 Number 2 還是Number 3 就是 王崇慧 王崇慧後來到台灣 他是這個 做過我們司法院院長 那麼這個王崇慧 他是生在香港 也是Christian 他是 他是這個 他們都真的很厲害 他是耶魯大學的博士 後來又到英國去做這個 做大理事 他是一個 我們現在叫做 港宅 香港人 很難得 根據政府 到台灣 我現在講到一個時間 他1931年 他就 我們這個蔣介石先生 他是用人為才 他們是沒有統一之前 他已經注意到很多人才 他那時候就看上了 看上了這個 顧維軍 所以在這個 我們中國的統一是怎麼樣 最後一個就是東北 東北怎麼統一呢 我們叫做1928年東北意志 把國旗換了 以前那個時候五星群 不是五星群 五色群的時候 這個張學良 就是張作霖那個 非日本人炸死的時候 他就 把五色群拿起來 換上中華民國群 統一 換上中華民國群 通電男群 效忠男人 中國 就這樣統一了 沒有再打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蔣先生呢 就知道這個 有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 巴黎合約很多 他表現這麼傑出人 所以他第一個做的事情 就派了那個是 交通銀行的一個 總經理 還有他的親信 到這個 到北方去找 找這個 顧維軍 說是要請他過來 那時候沒有弄成 但是1931年 九一剛事變的時候 他就找了這個張學良 張學良 一直把這個 把這個 顧維軍 請到南方政府來談 談什麼 談就是九一八事變 這是張學良 顧維軍 他第一次 他到南軍來 跟這個 蔣先生開會 有個特種委員會開會 跟他建立 而且他的印象是 蔣先生跟他 不是言不及意 言不及思 全部都是談公事 談國家 談外交 他根本跟他 不認識 坐他旁邊 就跟他談 台灣會拜拜 全部談公事 蔣先生的心理就是 救國 為了外交 所以他那時候開始 已經覺得 這個人很騙得他 所以他後來一生 真的是 一直忠於抓阿民國 對蔣先生特別好 他在1931年 我們看到他這個 他這個 他這個 答應的蔣先生 做這個外交部長 他取代了 剛剛我講的那個 王振庭 就是第一次巴黎 後來也參加那個 南方代表 他的條件就是 他說這個 外館的經費 定期發 因為那是外館的 經費 不定期發的 第二個 他說外交部的人士 他有決定的權利 第三個 他說我不是黨員 所以你們在中堂 中堂會 開館會 有什麼東西要先告訴 蔣先生答應 他就做了這個 做了這個 外交部長 這是他在這個 他是因為這個 因為他這個 張學良的介紹 他就是 跟蔣先生認識後來 就幫助他民國做事 那麼他剛講的 他這個中堂會 他提的條件 國民黨中堂會 開館的結構 還先告訴我 因為他不是黨員 他後來才入黨 因為他不喜歡參加政黨 所以他在1941年 那個時候 我們這個 顧維俊現在被任命為 駐英國大使的時候 英國駐在重慶的大使 他說你們應該認命一個 國民黨裡面的人 你怎麼認命一個 不是黨員的人 他覺得這個信任度 是不是蔣先生對 他的信任度 夠不夠 是不是 你們通常派這個 派這個 駐外大使 一定要跟這個 總統關係密切 在這種情形之下 胡偉俊 就參加了國民黨 這是他在 你看他 我說他很重視服裝 你看他跟這個蔣先生 跟這個張學良在一起的照片 這是他參加 李頓調查團的時候的照片 李頓調查團的時候 我剛剛講到 我們中美大使館 代表出一個 王永元先生 Y-O 就是這個時候 他是一個上海 青年會的一個大志願 上海青年會的 YMCA的 書店的店員 英文那時候已經學得很好 只有初中畢業 那個時候 李頓調查團的時候 這個有人介紹給 顧大使的一個導致員 我們YMCA參加他 從此以後 他一直跟著他 跟著這個 顧維俊先生 從1931年 一直到1996年 都在華旋DC做事 YMCA 我等一下會稍微介紹他一下 這是他 這個是參加國聯會的時候 你看他那邊 長桌子 這個是 這個是顧維俊先生 參加女士會 這張照片是這個 參加國聯會的 這不代表他合影 這裡面有一個有趣的人 這個是顧維俊 顧維俊 這一位是誰呢 叫胡適澤 他大概叫胡維德 胡維德是誰呢 也是清朝跟民國的 這個外交家 政治家 他的爸爸叫胡維德 胡維德是這個 我剛剛講過這個 顧維俊做個 民國的內閣總理 他的爸爸 胡維德呢 接這個顧維俊 也做過短時間的總理 而且這個 胡適澤呢 他的 一個叫胡適勳 一個叫胡維俊 一個叫胡維俊 胡維俊 胡維俊呢 我在境外交通所 也見過他 我在平民事長 科長也見過他 我們胡維俊也認識他 胡維俊做過 民間事務協調委員會 主任委員 我記得胡維俊 我記得胡維俊 這個民間事務協調委員 做過年輕的秘書長呢 他的歐洲市長 對 他也做過歐洲市長 對 那認識他的弟弟 胡維俊 胡維俊 等一下他會出現 這位是誰呢 楊光生 這位楊光生 這1937年 楊光生呢 應該是住法國的大使館 這個時候呢 他的夫人 這顏佑月女士呢 那個時候就認識了 顧大使 他們就認識了 但是在1959年 他在1942年的時候 他說我們住馬里南大使館 馬里南大使館的總理事 被日本人呢 在1942年 槍殺 我們這個 總理事館 八九個人 全部 包括總理事 通通被殺掉 他的夫人呢 在最後就認識他 後來在1959年 他這個 他夫人到了這個 二戰結束之後呢 帶著三個女兒 變成威根 到了紐約去 要聯絡過做事 就是他介紹的 他在1959年 197年 1958年 跟他第三個太太 離婚之後 就娶了他的太太 一直到 王胜 這還有一個人 就是我剛剛講的 歪歪歪環 王永元 就是這位 這位我們在座的 胡志鄭記得嗎 這就是歪歪王 他就從1931年 一直跟著顧維軍 到法國 到英國 到駐美大使館 後來這個 後來到了這個 駐美大使館之後 這個1956年 這個 他這個 顧維軍離任的時候 到那個海牙 1952海牙 做國際法官的時候 他還要帶這個 王永元 帶這位先生呢 去這個海牙 就王永元玩具 因為那時候 王永元的 夫人呢 也在我們大使館工作 有兩份工作 他也不想搬家 所以呢 所以這個 顧維軍就是一個人呢 就沒有代表就到了 海牙港國際法官 直到1967年退休 他呢 在我們 在我們這個大使館 辦事處 一直到1996年王生 九十出頭 所以我跟他還同事過 兩次 駐美大使館五年 駐美代表出十年 十五年 沒想到這位先生 我後來跟他同事這麼久 這是我們 你看這是我們這個 中國所在的 國聯會的這個照片 大家在這裡 這個是這個 我們在這個 1939年 我們那時候跟教廷 還沒有建交的時候 我們參加這個教宗 我們那個時候叫教皇 P52是加冕典禮 我們參加這個加冕典禮 這裡面也很有意思 我們跟這個 那個時候他們在中國 教廷在中國 他有宗座代表 但是沒有建交 那個時候呢 他這個教宗就職的時候 加冕 現在叫就職 現在沒有冕可以加 帶一個冕 現在就是就職 他這個時候呢 誰強烈建議我們去呢 這位先生 羅恩光總主教 後來做了虎仁大學的那個校長 我在歐洲市的時候 當市長的時候 他往生 我還參加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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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式儀式儀式 他那個時候是三十幾歲 做神父不太久 他強烈建議 我們要派一個 代表團去訓過 教訓 教皇就職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而且 他建議要派 顧維俊嗎 我不知道他認識 他建議就要派顧維俊 所以我們政府就聽了他的建議 派顧維俊去 所以這很多人啊 你看到這個讀文 都會想到一些事 很有意思 他那時候三十幾歲 後來留在那個 梵蒂岡當教授 後來在我們這個 做梵蒂岡大使館 做宗教 宗教顧問 我們在這裡還有一些 我們宗教 我們做梵蒂岡大使館的同事 在這裡 廖參史 你記得 他是我們宿教廷大使館的 宗教顧問 後來我們廢除了 宗教顧問幹什麼呢 就在宗教禮儀上 給我們這個做一些建議 還有啊 他是他們的人嘛 教會的人 那是很多嘛 有什麼消息可以就通風暴行 對不對 後來我們找不到這樣子的人 講通風暴行有點不好 不好 就是給我們提供一些建議 你看 我們現在跟我們外國的總統見面 拉著手合在一起 照片就突破 那個時候不是 你看我們都 那總統可以到我們大使館吃飯來 來吃飯 來吃飯 你看這是在旧法大使館前 八個總統到家 到大使館來吃飯 多厲害 這是這個 在這個英國 在我們住院大使館前 英國王太后 那時候英國國王應該是 愛德華八世還是 喬治六世的時候 那個時候 到我們皇太后 到我們大使館來吃飯 現在哪裡有可能 我想現在連中國大使館都不可能 沒有 中國都不可能 這是她跟秋節 王世傑外長見面 她跟秋節也見面很多次 那個時候跟總理見面不容易 但是他們這個談得很投機 而且我 我記得我剛剛講到YY網 我在這個中美大使館裡面 然後同時王宇倫他就跟我講到 他去看秋節館的時候 回來寫東西 當時 秋節館一文好 政客拿到 諾爾伯人文學獎金很少 他就是唯一的 二次世界大戰 秋節館寫 他寫回來的東西 這個這個這個 口述給這個 我們那個YY網 這個 達至之後 為了慎重取見 他抱回去的東西 要準確 他把這個東西 這個顧維俊送回去 給秋節館看 秋節館一看 你們記錄怎麼這麼好 而且那文字怎麼這麼美啊 第一個顧維俊厲害 第二個我們那個 記錄也厲害 就是YO網 Y網是我們的英文網 三個塊 達至塊 數據塊 賺一些外交文賭塊 是不是 三塊 頓巴頓會議 看到這個頓巴頓會議 就是我們國聯參加完了 國聯快要解體 我們這個二次大戰 盟軍勝利在彎的時候 美國要開始搞一個 這個新的國際組織 就是在頓巴頓開會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 他裡面開會 分了幾個階段 兩個階段 因為蘇二不跟我們開會 第一個階段是蘇美英 第二個階段是中美英 因為蘇二那時候是他 那時候是武士運動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已經起來了 慢慢他要扶持共產黨 他不要跟我們開會 所以那個時候你看美英書開會 然後在中英書中美再開會 然後分兩個階段 我們的這個顧維軍 不是開會在那邊 隨便能夠做一做就好了 他提出很多具體的建議 這就是一個研究的 一個Crisis Style的主題 很多人配不他 所以他就 可以講他就把我們中國 推到了安理會這個位置 這是頓巴頓會議 我剛剛講過這個 美英書第一階段 我們中美英第二階段 那俄國人不跟我們開會 開會的時候這個 照片 頓巴頓會議 頓巴頓會議1944年 首席代表 這個照片很有意思 因為在頓巴頓會議裡面 他首席代表 他那個時候是什麼呢 他那個時候是中華民國 做英國的大使 在頓巴頓會議是在美國開會 然後呢 在美國開會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 在這個會議之前 我們這個 那個時候各位可以查一下 那個時候在 New Hampshire 在美國有一個叫做 Brenton Wood 布蘭頓、布列頓什麼 我們聖地會議在New Hampshire開 New Hampshire開 討論這個 美軍的這個地位 那美國那時候已經開始 準備在二戰之後用美軍了 那時候我們派誰啊 行政院副院長 財政總部長 孔祥喜 這麼厲害 孔頌加護 孔祥喜 行政院副院長 他都是自動請贏的 他說我來 你們要討論聯合國這個 跟班祥喜 我去 我行政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我帶船去 然後呢 我們蔣先生呢 有意見 他懂的是財務啊 經濟啊 他屬於布蘭頓 布蘭頓 布蘭頓是祝英大使 大家發那個電報 大概給 這個還有一個誰呢 魏道明 朱美大使 後來 下來之後 就做了 台灣第一任 省主席 魏道明 所以那個時候呢 這都是大部分 還有一個 我剛剛講到這個 剛剛講到那個 胡威德 外交部那個 胡士勳的哥哥 胡士哲也在裡面 他那時候是外交部的次長 剛開始的時候 籌備這個會的時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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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士哲去的時候 顧這個 胡士哲他講 我是外交部次長 恐怕是我領隊 可是他沒想到 後來這個 不是後來 之前呢 這個孔祥溪 他跳出來 他說我帶團 我去帶他 他要去當時做團長 做事態 結果呢 蔣先生屬於這個 駐一大使 顧回去 他去叫駐美大使 駐美大使 駐一大使 他們寫報報回來 結果這個 顧維軍 他學歸 美國怎麼有什麼部署 你有什麼建議 報回來 文化交部就這樣 報回來 他一個多禮拜之內 報回來 把美國的底 把英國的底都摸出來 英國的立場 還有我們的應對之道 都報回來 兩千次的電報 那個時候 這個在國內 開會的幾個重要 就是一個 就是剛剛那個 我說那個 港仔啊 王崇慧 還有一個 王仕傑 做過外交部 都屬於他 可是他是駐英大使 怎麼去呢 後來這個蔣先生 排除綜藝 他寫了一個電報給他 他還在留在美國 他說你就地指導就可以了 把他排除掉 不要做團長 在國內這個 胡適者也好講話 他們備份其實差不多了 胡適者跟這個 跟這個 顧維京備份都差不多了 他做了 好幾個人不高興 胡適者不高興 胡適者不高興 胡香西不高興 還有呢 魏道明不高興 我駐英大使 你這樣我這個 我下去開會 你怎麼讓那個 顧維京駐英大使 做團長的不高興 後來講 胡適者親自出面 把這三個人都擺平了 所以他們 還是到 到敦巴嫩校園 做這次 這個 這個 大會的 我們中國團的熟習代表 真的是 那個時候我們內部 很多東西 真的要有大智大會的人 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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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個充實 這個時候 然後他呢 他這個 他提出的幾個建議 他就說 我們在這個 我們常常在很多國際會議 不願意吃零虧 都結果吃了暗虧 不願意吃小虧 結果吃了大虧 所以他對這一次的大會 提出的東西 很有意思 他說我們這次 他提出來的建議是怎麼樣 他說這個 不能得去美 一 跟這個 惡 他不能得這幾個國家 他說我們不要提出特別的法 案子 我們要穩住我們這個 將來有可能做常人理事國的 地位最重要 他寫了一大堆建議 結果我們這個講學呢 非常 非常這個 認同 所以就把他進來 而且他還有一個優勢 他正是在這個 頓巴頓會議的時候 他就看到誰 看到這個 美國羅斯副總統 羅斯副總統跟他 很早就有願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威爾順總統 參加這個巴黎合會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這個 顧衛軍是駐美的公使 他在駐美公使的時候 就跟羅斯副總統 那個時候他是 美國海軍部的副部長 就很有教訓 非常談一些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顧衛軍厲害的是 他所了解的 不是只有雙邊的問題 他對國際局勢很了解 所以他在每一個任所啊 他去跟人家談的時候 除了中國 中華民國跟他的雙邊的關係 他可以談很多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呢 都跟他請教 為了雙邊 為了整個國際的問題 甚至內部的問題 他都可以講出來的問題 就是很有研究 就是很有研究 學問很紮實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 就奠定了我們這個 Big Four 我們四大巨頭的地位 所以在1945年 我們救星商會議的時候 我們呢 就簽署了這個 長話講說啦 就簽署了這個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憲章呢 我們是因為ABC牌嘛 我們是第一個簽字 第一個簽字 第一個簽字 第一個上去簽字 就是 顧衛軍 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救星商簽署 你看 看到沒有各位 在聯合國憲 簽署的 八個人的名字 第一個排名的是 顧衛軍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派去做代表 首席代表是宋子文 外交部長 結果他另外有事 沒去 臨時沒去 所以你看這個人的運氣 真的不一樣 所以他就變成第一個簽字的 當然就王崇慧 結果我剛剛講的 身在香港 味道名就是剛剛 我說也不高興的那個 對班農會議 不高興的住民大使 他說我住民大使 怎麼讓那個 朱英大使做團長 而且他們還威脅 我不幹了 我要辭職 後來也是蔣先生 去安撫 把他調回來 做台灣市長主席 這個是金陵大學的校長 這個李王的新年黨代表 張軍拜使 民社黨代表 董必武 這個中國大陸在1971年 加入聯合國 所恢復代表層問題的時候 他們每次拿出聯合國 憲章 簽字照片 不是用那張 顧維俊的簽字的 都是用這個董必武 簽聯合國憲章的照片 他就 聯合國我是創事會員 簽字 他是代表的 其實是顧維俊 所以你看 大陸出的東西 很少用剛剛那張照片 都是用董必武 他是共產黨代表的 這個董必俊是誰呢 董必俊呢 我剛剛講到這巴黎合會的時候 我們派了一個記者去 唯一的中國記者 就是大公報 大公報的記者 就是董必俊 他是這個 所以他很感慨 這巴黎合會這麼樣的屈辱 結果後來我們變成五強之一啊 所以他去了 非常感慨 這是他的 給各位看完 他跟這個 他這個顧維俊 他真的是很厲害 他跟很多人 都變成好朋友 你看他是他每次去 美國的時候這個 美國的國務縣 都是親自接近 這是其中之一個 跟他私交很好 然後這是他跟愛神豪將軍的照片 你看他跟這個杜魯門的照片 講到杜魯門 我有一次跟我們的老長官 這個 大家也知道這個 叫做這個 陳建仁大使 著名代表 陳建仁部長 聊天的時候 因為郭尤所 跟他聊一下 我不太巧 我說的 包括長官 我最近想 到今天來演講 什麼 我說你們見過 顧維俊大使 當然有 我說我知道 很多人見過 因為很多人 都已經走了 我說你當然見過 我說你什麼時候見過 他跟我講 我見過 我什麼時候見過 他說有一年 顧維俊到 顧維俊 有一年沈大使 沈天皇在 在瓦西津當大使的時候 渡門過世 結果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顧維俊當時已經退休了 離開入住 就到這個 WASHINGTON D.C. 參加 對我們總統的FUNERAL 我們沈教宏 派他接待 就陪了他兩三天 我跟我講就是 他跟這個 很多人都有私交 他這個人厲害的就是 很容易跟外國人招待 顧維俊 這個我剛剛記得 潮花短說 因為這個 國共內戰 我剛剛也提過 因為大陸取得政權 投入韓戰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 艾森奧 趴著什麼 美國的這個 這個叫做 Dominion System Dominion Theory 就是 骨骸校園 所以就跟我們 趕快簽就 中美共共和防禦條約 來餓死這個 中國的 這是那個 中美共同條約 1954年 在簽約的 葉公超 外交部長 這個你看 顧維俊後面 永遠放 蔣 永遠放 蔣先生跟 宋美玲女士的照片 從不認識 變成 非常尊敬 變成非常好朋友 啊 這個是你看 他安排了好多人去 安排蔣經國 反而法國1953年 你看 反而法國 這艾森奧總統 見這個 國務卿杜勒斯 杜勒斯 杜勒斯對這個 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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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維俊也是非常 非常好朋友 顧維俊 要離開這個 朱北大師 顧維俊 我們跟你們說 我們講一下 留任吧 他已經做了十年 不能再留 他說因為你做的 我想不出來 你還會 找到比例更好的大師 對他們 都是很有私交的 這個是 蔣先生去的時候 他是做的 他的身份是什麼 國防部總占部主任 任成美國社 這是什麼單位 對 這個海洋法院 我剛才長話短說 他那個時候也是 他們過程也是很複雜 投票投出來的 投票投出來的 他後來還想再連任的時候 他不想連任 但是政府希望 有一個人在那個法院裡面 回去法院 那個時候 美方就說 你們不要再Push了好不好 因為你們要退化 你們的國師已經沒有那個 十年前那麼強了 你們還在聯合國 討論這個 我們叫做排文阿菲案 我這邊要幫你選票 你現在冒出來一個 你們已經那麼七十八歲的人 我知道他很優秀啊 還要讓他進行法官 我們實在分不出力氣 再幫你去遊說這個 後來 我們這個顧一天大師 也不想再做 我們來七十八十八十 做什麼 後來就沒有打銷了 所以我們後來 在國際法院 當然就沒人了 這是他在國際法院的這個 那時候照片 這個他在國際法院 做法官的時候 不是賢道的 他都很多案子 當時比較賢的菜式 都提出了反對意見 或贊成的意見 也有文學者做過這個 做過這個研究 拿到博士碩士論文的 我也去國際法院參觀過 我也去國際法院參觀過 我想我們這邊有一位 去過國際法院 我們這邊有一位 以前住芬蘭公司的 一些老同事 以前在荷蘭待過 我們都去過這個地方 這我看他的這個 我在這個1981年1月11號 我就想我去拜會他 你看看 It's a long story 剛剛你講過之後 我跟他合照 他很奇怪 談笑的分不深 可是他一照相 他說 馬上就不笑 對 這我跟他的照片 這我對人也在這 好久以前啊 這是我剛剛講 我在他家裡吃東西 要我弄一張照片 證明一下 什麼水煎包啊 什麼桃園啊 什麼東西 這是他後面的照片 這是我介紹我去的朋友 現在還在華盛西亞 這他送我的書 或者聊本書 到現在我還把它視為寶物 一本中文一本英文 不懂我開口 他真的是很客氣 我一進門 他已經在那裏面等我 每一開 他夫夫就在那裏面 帶我進去 坐下去聊天聊天 然後準備吃了 然後我沒有開口 他就 他聊了一陣 哪裏人啊 我也跟他拉近一下 因為他說 你的名字 有個預言是荷蘭人 我說我祖籍江蘇 但是後來怎麼到荷蘭 我說我 我的祖父是在那個 在清朝的時候到 從江蘇到河南為官 那個時候清朝的時候 不能在本巷 跟省座 到外縣 到荷蘭 後來我父親 跟我的省座過來 然後後來 因為我知道他在 他是 那是 袁世凱 那邊做過事 我說我先祖父也在 也在那個 北洋政府做過事 清朝後往之後 因為有一些關係 也在北洋 墓房做過事 那是哪一個 哪一個就是軍房 我跟他講的 啊我認識 就沒有多難 他 你看他走的時候 他就主動送我書 照相 我本來以為是 行李如夷 送我書 你看一本中文 一本英文 當場寫 而且他寫得 很有研究 你看到嗎 英文的時候他就照西方的規矩 Mr. and Mrs. Larry 那是叫Larry Why want With regards 他的名字 他寫的是 Mr. and Mrs. 外國的規矩 英文的 年月日 中文這本呢 他只有寫了 一元人兄 啊 他說那個 手正 還蓋個帳 他拿下個帳 我說他手也不懂 蓋個帳就給我了 然後呢 我說 他手是不行的 怎麼叫我 人兄呢 這是中國人的規矩 他是有點降這口音 他是降書家電的 後來我上網看到他的 口音 他講的英文是 有一點點在講口音 上網 這個 他問你數什麼 我說我數豬 他講我也數豬 可是三天之前 我看他的那個 簡歷啊 不一定是豬啊 應該說數 他說我一定是數豬 所以他馬上 好像由備而來啊 他應該是 手 頭戴的應該 應該有 應該有 這剩我兩個小豬 我回去一看啊 你看 小豬很小啊 豬皮座 他跟我講是豬皮座 後面寫著 Wester Germany 這個豬 這個豬現在還流到很小啊 他真的很有心啊 他真的很有心啊 這口述律史 他超愛的 各位可以看 你看 他是從1960到1976年 就這個 口述了17年 然後你看 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而且他最後一句讓我感動的話 就是他 他說啊 他在1976年 把東西送給 Colombia大學 他說我願意啊 我衝一下 我的自傳 複製一份送給 台北中藥研究院 跟我自己國家的學者研究 所以 了不起啊 然後 變成中文之後啊 花了11年 結果很有意思啊 中國大陸啊 幫他做了中文口述的翻譯啊 翻譯了13次 花了11年 而且在2013年呢 又這個 又在他 增加了一個照片 而且這個 他們這個翻譯 弄了一個團隊 請國家之力把它翻譯出來 我們呢 又失掉了話語權 這是他正書的照片啊 這是他這個 他在走之前 跟他有寫 寫這個日記的習慣 你看 後來有人查到他的 這個 最後一天的日記啊 他是寫 1985年11月14號 Thursday 他那天你看 這個日記上寫的字就是什麼 A quiet day 安靜的一天 一個安靜的一天 一個安靜的一天 一代 民國第一外加家 外加家 克蘭常使 這個 威廉頓庫講的一天 什麼時候設了 我不知道 在他的網頁上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page是這個 講他的這個 他是這個 Founder of modern Chinese foreign service 對很多重要的 都有主導的地位 那麼我們一位拿到這個 郭一堅獎學金的 是這一位 書企博士 大家知道他在中國了 他是我們 博威曾秘書長的前任 國安會秘書長 對 那麼他現在也有一個台北論壇 總司長 他的夫人大家很熟 陳月清 養生專家 他是第一個拿到那個 顧威君翻的全部的 那他在2015年 他說我沒看過顧威君 他跟我講他去拜鬼他 那個時候顧威君已經不在了 他就看他的這個 他說是 他那個顧威君 留下來這麼多的東西 他後來全部 他的女兒 全部捐給了這個 他的故鄉 設了一個家庭的一個 文物陳列館 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這些衣服 這些衣服 他都捐到 他就捐到那個 他的服務管去 他是不是很愛蓋 他的衣服都很漂亮 他的衣服不是亂穿的 我後來查到這個 在民國時代他有一個 外交官 領事官的什麼條例 什麼條例 他就照那麼規矩穿 他不是自己 瞎編了隨便設計的 這個金線 袖口 扣子上都是袖的民國 扣子上 中巴民國 每一扣子都已經刺了 好 適當婚姻了 我看到沒有 第一個張論和 他是有名無私的 後來離婚了 第二個就是 黃毛月 就是我剛才講 他遇到第一個貴人 那個 那個 那個長少爺的女兒 叫給他 他非他不嫁 所以他只好跟他第一個修調 修調 這個張論和就去做了 出家做的離婚 來跟他結婚 可惜好景不長 結婚四年之後 他在駐米公司 結婚四年之後 這個 唐島月呢 有一天代表這個 顧公司到菲利利亞 去參加一個活動 結果回來之後 確診了 真的確診了 西班牙流感確診 但是我沒幾年就走了 所以他後來呢 他在巴黎和會的時候 已經開完會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開始 談戀愛 很曲折的故事 各位去看 再來在巴黎呢 都認識了 巴黎認識了幾個 應該是這個 黃慧蘭的 這個姐姐還是什麼 這個黃慧蘭姐姐 一看他這個人 這麼一個人才 把黃慧蘭 從這個意大利 叫回來 介紹他們認識 黃慧蘭以前前面有一段 跟英國人有一段婚姻 還有一個小孩 結果剛開始的時候 黃慧蘭還看不起 他說這個很土嘛 因為那個時候 他留的是平頭 問他會不會 騎馬還不會 會不會開車 不會 他覺得有點土 後來才發現 這個不簡單 一個媒體都是每天講他 他的談吐 他的學問 對他兩個人 愛得失去過 後來 他的幾個月 一兩個月還是幾個禮拜 他就結婚了 洞藤花卓院 顧維俊就坐火車到日內 就開了國聯的大會 哇 他終身都以公司為重 連右運就是剛剛我講的那個 他們載著我剛剛講的 楊光森的 載著1937年 國聯的時候 他們都是認識的 1942年遇害之後 這個 後來他們就在一起 那個時候 顧維俊已經那個 已經那個 離開公司 他們就有 親人終成眷屬 結婚了 他就跟這個 結婚39年的 第三人還在離婚 離婚呢 每個人都寫書 你看他這個 黃慧蘭寫了一本 沒有不善的願行 他寫了 一百零三歲走 生日那一年走 也因為第四個太太 一百一十二歲走 這是這個第三任太太 那第二任太太 照片 沒有環保概念 都穿著貂皮啊 都穿著貂皮啊 又是貂皮 哈哈 看到沒有 黃慧蘭這個 少了個草石頭 我說他長太漂亮了 你看他穿的是 短靴 你看他的鞋子 穿著 很差的 頭髮出了 其實也是受了這個 黃慧蘭的影響 黃慧蘭呢 因為是第三代 印尼華僑 主席福建統安 郵籤 郵籤都不得了 他這個 他為這個 郭威軍呢 是請囊鄉 鄉 鄉受 把所有的錢 錢是換過來 後來這個 二戰之後 也被日本清算了 被蘇卡諾 清算了 沒什麼錢 但他們就在 就他派本 夫人的時候 對他的工作 非常的幫忙 對他在英國大使館的時候 有點失望 那總統公司館的方式太過了 我花錢買 本船修 上班我換 他在住 我們的雙下兒子 在1947年 1937年的 王正廷租下來 194年買家 他當大使社 我聽那個 威威王 他講那時候 菜錢啊 那菜錢有限 那個時候 這個黃慧蘭就說 這一點錢買什麼菜 我出 所以請客都是開場的嗎 我覺得這個 這個黃慧蘭真的是 為了這個 為了他真是 花了很多錢的 這黃慧蘭 你看 有錢啊 穿的衣服這麼漂亮 你看 他本身的這些衣服啊 後來再捐給這個 紐約 Metropolis Art Museum 大多位博物館 2015年的時候 這2015年 Metropolis Art Museum 還把它做了一個特長 就是 拿當威力中庫的 武裝長 你看他這個 那時候 見到的人 都是什麼人 這個就是 後來的 伊麗莎白女王 那時候是公主啊 這個 你看 這個 蔣夫人很喜歡她 這個黃慧蘭懂得分寸 宋美玲跟宋慶玲 就是孫中安先生的婦人 後來這麼會穿衣服啊 受她的影響 她很會穿衣服啊 這個黃慧蘭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就稍稍結束 因為我們下面還有一個主題啊 這是這個黃慧蘭寫的書 這是我剛剛講的 楊光生 他第一任 這個 每人悠悠第一任太太 這個人呢 這個人呢 蔣廷扶我們 朱利安安博大使 朱美大使 蔣廷扶夫人 這個也是個 可樂廖大學的歷史學博士 跟我們 呂社長一樣 歷史學博士 他跟顧宜君 有一個相似的地方 他後來也認識了一個 有 有 夫之父 就跟他離婚了 結果鬧得不可拍銷 他呢 帶著那個 後來的夫人到這個 到這個 墨西哥辦離婚 那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不承認 他過世的時候呢 原來的太太 跟後來的太太 兩個都向我們政府 要求婦婿 吵得不可拍交 就好像聽說 我們外交部的解決是 一人一半 然後後來他的夫人 這是一個材質 學問從政的材質 真的不錯 後來呢 他在Funeral的時候 他的棺材 一種一有兩個都去了 這是個顏宜運 他出了書 顏宜運也出一個 一百年九個春天 他到我們這個 後來斷交 一九七九年 一九七八年 稍微斷交 這是那個 這個是那個 神大師 最後一年大師 他在1982年的時候 我從住美大師 回到台北的時候 去看他 說他送的 他那時候住在楊明山 我們這個 一九七八年斷交的時候 華府 你看到沒有 他是當天中午 其實我們晚上八點鐘 到國務院 還沒講是幹什麼 就來談 後來就告訴我們 七點半去 我們這個公使英國大神 我們這個公使就去了 去了以後才知道 是斷交 其實在那之前呢 前半小時 我們台北 比那個 比我們住美大師管 先知道 你看 台北呢 有時差 是這個 看到沒有 斷交時間是十二日 十二日上午十點 結果我們這個 安科治大使呢 向國務院抗議 要是這樣子對一個有關不行啊 就提前到這個 呃 七小時到 通知蒋正統 我們在深夜十六號 連城兩點大 我們這個 聖主余秘書把這個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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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場景 美國的 法府的常理是這樣 在台北的場景 那天晚上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安科治大使 跟蔣 總統報告的時候 還有前夫去了 宋楚瑜前夫 安科治大使 還有一個 馬克克 這個 政治參使 在那邊 他們見外面的人 我看我們這個 沈昌曼大使寫那邊 寫的書是說 歷時十五分鐘 可是我看前夫 現在那個回憶錄 我跟他求證一下 因為前夫說 談到三點半 離開 我有一天就問那個 前夫先生 還是最近我碰到他 我提到這個疑問 哪裡有十五分鐘 那談了很久了 你看還有翻譯的時間 還有 還有我們這個總統 我們要嚴正抗議就抗議 是三點半 沒有的 不止十五分鐘 所以三點半走 三點半走 以後啊 馬上 請我們這個 前夫先生 找了那個 一個大王 羅王部長 外交部長 還是在 屈海觀禮開會 那天我們這個 沈昌曼部長 就有我們 呵呵呵 這個這個這個 那個 胡薇珍那個時候是 沈昌曼部長的 基障秘書 陪同到 屈海觀禮 他是在場現證人啊 我在那邊見證 你在這邊見證 不過你是現場見證 我還是當中書外面 我記得那天那個 八點鐘 八點多的時候 呃 九點鐘在這個 八點鐘 九點鐘要宣佈斷交 華盛頓時間 然後我們的 呃 陳公使跟那個 王趙元禪師回來的時候 我站在門口頭 因為那個時候白天說 不曉得晚上什麼事情 台北也被我們招致 他半小時 然後呢 我在門口等 我就說什麼事 什麼事 那個王餐師啊 手裡就拿了兩張紙 一個是斷交生理 一個是他們聯合控報 就我們講 美匪聯合控報 他跟我講 最快的結果 最快的結果 就講這兩次 你就把他講兩次 就去隱異 隱異 我就知道不好 他上去寫念 啊 悲慘 這個我們看一下 就看一下 這個 後來我們就把財產 一轉 然後我們姚西奎智 次長就來談判 應該談判了三十 三十 三十場 台北呢 台北的是 Christopher帶來 帥團來談判 好像是用安全的考慮 本來是在外交部 追逐改成了圓山飯店 談判了兩天 第二天是不是 沒有談完 就還是怎麼樣提早就走了 因為 我們現在不是很友好 那一天呢 這兩 談判兩天呢 在場紀錄 一個是我們 組織政 組長 據我了解 有三個人紀錄 一個是我們 那時候還是 那個時候 我們十二 十二十六號 我們沈昌患部長請辭嘛 結果蔣燕士接了以後 你還是留在那邊做記憶會書 所以在這個 Christopher到台北 跟我們談斷交的時候 我們這個 胡志仁也在場翻譯 要說在場寫紀錄 三個紀錄 一個是他 一個是張孝妍 後來改名叫蔣孝妍 還有一個王凱 張孝妍 都是對我們見證的人 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 我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本 Blue List 我們在這個 所有的外交團 都有一個Blue List 所有的 你是不是外交官 你要上網 現在是上網 這個已經廢掉了 那個時候 網路還沒有 還沒有那麼多方法 上網 沒有還沒有的時候 你有什麼事情 打電話到 求問 你說你是大使人 你是外交官 第一 我們現在還有證件 你沒證件的話 他會打電話到 國務院去查 一查就知道 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在這個Blue List的上面 你看 就是 Blue List的上面 你看 這是國家 我們排在這裡 China 排在第八號 China 堅持宣 大使 陳帝國書 使用 我們的名字都在這上面 這個 這個是我 你看 Lawrence Y-Y-Y-Wall Third Secretary 我第三 三等名書最小的 那個時候我叫Lawrence 我後來改名叫Larry 因為在美國人 美國人說 在美國人叫Lawrence 還有一個同事 我講Lawrence 就是勞臉的要死啊 美國人就說 It's funny Lawrence 我就改成Larry Wong 我後來後果 還是用Lawrence 阿拉伯的Lawrence 這是我們所有的 因為世界的關係 這裡面很多人都可以寫成故事 這是我們那時候的同事 很多有名的人 那是我們那個大使 這是後來我們那時候照片 那時候 我們斷交前 我跟我內人 在我們大使館的照片 這時候我們在那個 斷交前 斷交那天 12月29 我們大使 神大使 離開大使館 跟大家say say goodbye的時候 我們在大使館的樓心那邊 照著笑 這個是大使 阿 那這個是 這個是王造元 王造元 參世 這個是後來很有名的 這個胡公使 胡須光 駐美的公使 這個是汪西林 後來這位當局局長 後來涉及江南案 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溫文儒雅 工作的背照 巨星 在我們斷交之前 他早就拿到情報了 是不是這樣 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想那個時候 我們胡之正都已經知道了 只是大概不知道哪一天 所以這個人是 他不錯 現在還在嗎 八九四十 好像常常到那個 到門利西路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什麼站 天廚 天廚吃飯 對 這一位 彭敬台 彭敬台大使 中國駐英駐日本代表 彭明年大使 馬剛駐在那裡 是馬上大為 對 他們小組別 這個是陳建 彭敬台大使 他叫我後來做那個 出門代表 這一位 這一位 因為我這個 設定的方法 這位就是 歪歪王 我剛講那個 歪歪王 這是我們那個 告辭的時候 啊 剛剛合照完 他跟我們講再見 主我在這裡 這位我的內人 這個是同慶台的內人 這個是 我有問題 就是那個 陳大使的附近 這個是在大使館 跟我們說話 這個是在雙巷門 大使館 就是 那個時候 我的館員分在好幾個地方 記得 有些人就在下午 不是下午 就這邊玩 到那邊去 說話 這是在我們雙巷門口的照片 這張照片 我覺得很少人有 很多人在雙巷門照 都在裡面照 在門口照的 我好到現在沒找過 我們那個時候 不算就是我在那邊照的 那個時候 才要到 還不到三十歲 那個時候 我們雙巷門 有這麼一個牌子 中華民國住 梅大使館 門牌 三萬二 這個是現在的場景 這是那個時候的場景 這張照片這很少人有 很多人沒看過 以前雙巷門口 有這麼一個牌子 這是 現在還是這個樣子 方向人 驚喜 雙巷門 這是我們那個 三十一號 這樣寫 不好意思 透視的 登出來 這個 這個是這個 斷交之後 我們要半生到這個地方 那個時候 我們當總務主主長 那個時候 我們情勢不明 不知道一月一號 一九七年 一月二十號 建交 我們還能不能留在那裡 一九七九年 三二一號 他們要互相換大使 我們 是不是還可以怎麼樣 情勢情況不明 照以往的例子 斷交之後 我們財產通通給老公 但是後來我們了解 我們還有時間 所以我在 三港秘書做總務主長 本來在做政治組組長 後來 後來因為那個 總務主組長 調任的時候 一個姓黃的秘書 叫黃淳前 他調任 很多人被一個總務 因為總務管 很雜七雜八的事 警察司機 除此 官設 管設 修車子 修房子 採埋都是總務主管 太複雜 沒有人要做 神大使說 Mister Wong Would you please do me a favor? Oh yes sir of course 我最年輕嘛 就接了總務主主長 結果才幾月就斷交了 所以我負責撤管 撤管 把商鑑員的東西 全部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運回台北 大使館 這麼多東西怎麼辦 就是 買了很多的 稅子機 攪娃 每天在那邊攪的不停 燙了 冷卻以後 再攪 東西啊 運不回去 十二月三十一號 所有雙向人的東西 全部運回台北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一月一號 他們不會老過 美國沒有同意老公 一月一號就進到了 我們雙向人的大使館 TOKYO Takeover 所以我們就留在那邊 可以慢慢來找 但是我們三月一號 三月一號之前 還是要把東西搬出去 所以在這兩三個月之內 要找個房子 我是總統主主長 就唯一一個人在泡 那時候還下雪 我那時候 哎呀好辛苦 我壓力很大 我那時候是瘦了十幾公斤 那時候我的內人 跟我講 你有沒有癌症啊 我後來這麼去醫院 因為突然瘦 其實那是壓力 一個三等會 我就後來找到運氣非常好 Mario Corporation 就是現在的萬豪是嗎 現在在萬豪嗎 萬豪酒店有個單位 還在這個地方 他正好現在還在那邊 在這個萬豪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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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o Bethesda裡面 蓋一個新的種 還在那邊 他那時候才起家 沒多少年 還要搬回去 他整個的公司 也不是整個公司 就是這個很大的部門 要離開 結果一個人幫我介紹 一個 我們一個好兒子 不能降水 因為之後我知道 他有好水是應該的 後來他幫我們找到 因為一個公司要搬走 我們只會有三百人 還包括大使館一百多人 還有我們關出的一百多人 兩三百人 找到這個地方 結果呢 纏到什麼狀況 人家還沒搬好 因為人家還沒有完結完工 我們去 拜託 我就跟他去 他說 搬完那麼多人 後來就說 沒關係我們來幫你搬 結果變成怎麼樣 我們出錢 找半家公司 幫他們 從前面搬 我們從後門搬進去 我們一定要趕在 2月28號以前搬進去 你看多慘 唉 那個時候 美國對我們真的很棒 我們一段交通後 每天到達士館來 我們那時候是有外交特權 剛剛胡志正也講過 在邦交部也帶過 在南非也都帶過 真的是有特權跟沒特權 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美國的 Executive Protective Services 到我們這邊來 都來看 都來打招呼 看有沒有問題 Everything okay Everything is alright Yes 警察 都來看 每天都來轉 尤其過年過節出來 特別勤 他一來的時候 嘿嘿嘿 Cigarette Cigarette 平常當然要打你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時候 可是一段交馬上翻了 就不來了 我在門口看一看 好像在監視我們一樣 我們那時候門口 就有幾根車子 每天坐在那邊 看完 不曉得看完看什麼 就是停車單位看完 我們那時候 所有來不及腳了 所以我們所有東西 要銷毀 銷毀的時候呢 我們就租了那個 租了那個 租了那個 UHO 我們那時候自己搬 裝了所有的文件 裝進去 不重要的裝進去 送到焚化爐去掃 結果那個時候 那個 我問那個誰啊 我們的那個 王群的那個 王錫琳啊 就跟我講 那個 王組長 不告訴你啊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是 風聲喝淚 他是負責管理的安全 整個的安全 他說 是不是只有兩個人的話 因為我們那時候勾死了 已經到台北去樹脂學了 大使也離開了 12月20日離開了 他跟我講 這管裡面只有兩個人的話 可以聽喔 一個我 我要去特派 一個胡故事 我剛剛講一個 胡雄當中 其他人的話都不能聽 我說是是是 他說所有的這個文件 你要 我說來不及繳 我每天叫他們 集中送下來 每一個麥布斯 放幾個睡子 其實最好的 德國做繳 都來不及 我們非要 每天集班 集中在那個樓下 優厚自己開車 送到焚化爐去 去燒 結果那個 王三世 王錫琳說 告訴你的同仁 每一個東西都要看著它燒 喔是是是 結果同仁每天 自己開車 一個人押個東西去動馬路 去燒 每天都有人跟蹤耶 後來發現 每個人都有跟蹤耶 不知道是簽字 待會後來 他們有時候去 有一個我們那個很靈光 一個叫流行人的一個同事 他有什麼人在跟呢 他就 停到那個 加油站去加油 到一個 我們華僑開的加油站去加油 加油的時候就開走 開走 後面更多人馬上也騎得下來了 一問 剛剛那個車子去哪裡啊 去哪裡啊 我們叫一下 不知道啊 他們加油都會跟我講 好好好 我就繼續歸 後來他們知道 我們送你們 到那個中華路 那個 王錫琳直說 所有東西看著它燒 後來我們同事回來了 我們怎麼那麼快就回來 不知道你看得燒嗎 他說主持人 你去跟他講 我們送到一個東西 然後在床上丟一下來燒 那個是 人不能進去 怎麼叫看著燒 對不對 真的我們沒有辦法看著要燒 有沒有燒掉 在哪裡燒 在我們家裡燒 沒有拉出來 不可怕 不可怕 你說把整個大樹 他不可以 踩踩踩踩踩到那公主大樹 欸 我剛剛又看到一位同事 有位於以前 他是在施認府做事 他以前謝謝你來 他以前在雙相眼做過 不是都是最近幾年 對雙相眼很了解 負責再說一下 我解說就倒滿了 拿著我看到你 謝謝你來 不好意思 請指教 真的燒後來我們跟他 我們真的違反 違笨 違背那個國安單位的指示 看著燒 怎麼可能是不是這樣 我真的沒辦法 我想 沒關係 沒那麼多人力 現在我不知道 那個時候真的說 他的情報早就不都知道了 還要你去看著他傷 對上去的時候應該就燒掉了 我們那時候每天開會 那個時候我記得 這其實現在因為那麼多年過去了 那個時候我每天早上開會的時候 因為我還是算是什麼 總部組組長是三等民宿也在裡面開會 要撤館的 每次一開會的時候往西林來 我們在二樓大使館看 一開會第一個事情 幹什麼 開電視 電視節目打開 還弄得很吵 這樣開會 因為那個時候說 這可以干擾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已經可以 確定看你們在講什麼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們都是開著電視 吵的時候我們在開會 看這些怎麼樣撤的會 這個是慘痛的經驗 那個時候非常 所以現在我想到剛剛 我們給大家分享最後一句話 我們沒有 他講的那個英國的 Palmerstone 1848年的夏月長 我們沒有永久的朋友 沒有永久的朋友 沒有永久的朋友 我們的利益 國家的利益才是最永久的 我們就是要追求這個 但是美國應該對我們這麼壞 就算斷槍的時候對我們那麼壞 你看談判台灣那麼久 我們胡志正就知道剛開始弄了一個 台灣關係 是我們不要的 後來我們兩天談判之後再弄了一個 另外一個團 國會弄出來的台灣關係 是不是 你都有參與 所有人都知道 真的 可是現在美國對我們 出奇的好 為什麼 他為了他的國家利益啊 是不是 這個一定要能解除 用時間的關鍵我想 就勉強了在這裡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是我開頭的時候講的 我是學的專家 我只是把這個議題提出來 讓大家引起一些興趣 然後大家可以去 就各自所需要的東西來做一個 接近一步的探討 我覺得這很多東西啊 他這個六百萬次的這個 這個回憶錄啊 中文的啊 很多東西可以找出來 一個寶藏做探討 這十包龍萬象 真的了不起 各位 謝謝各位有耐心啊 來請我們這個 來對各位來分享 謝謝各位